第1491章 带你走过曾经的路 当诸天大军溃败退回诸天时 那最终的结果也是立刻传遍了每一个角落 那直接是引发了滔天的哗然与惊恐 第三神战败被圣神吸收了神性 如今圣神处于蜕变中 一旦完成蜕变 其实力将会变得更为的强大 那时候 诸天还有谁能够与其抗衡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当圣神从蜕变期中苏醒过来时 那就是诸天生灵的末日 这个结果 让得诸天的生灵陷入到了惊恐慌乱中 继而 整个诸天的秩序 仿佛都是在此时开始崩盘 归虚神殿尽可能地维持着诸天的秩序 但那种绝望悲观的气氛 不只是诸天中存在 就连归虚神殿内的一些圣者 都是不再抱有蹊跡 而心中的希望一旦磨灭 也就显得万念俱灰了 面对着这种情况 苍渊 金罗四位古尊也是无可奈何 他们只能尽可能地调整心态 然后劝导着归虚神殿其他的圣者 不管如何 归虚神殿作为诸天最后的仪仗 他们必须承担一些必要的责任 不过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即便四位古尊倾尽全力地试图抗起大局 但最终也不过是 让得他们越来越疲累罢了 整个诸天 愈发得混乱不堪 而当妖妖带着周元回到苍玄天时 已是过去了一月左右的时间 他直接是 前往了大周王朝 在那王公宫殿内 周晴 秦玉在见到面前那呆立不语 眼神木然的周元时 一时间泣不成声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此前那充满着自信活力的儿子 如今却是变成了这副模样 这对于他们二人 造成了极为强烈的打击 周叔 秦姨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才导致周元变成这般模样 望着两人伤心欲绝的模样 妖妖也是眼眶寒泪 然后她在两人面前跪了下来 秦玉泪珠子哗啦啦地往下掉 但她还是上前扶住了妖妖 伸出手掌摸了摸她有些轻瘦的脸颊 哽咽道 妖妖 不怪你 那些事也不是你能够左右的 你能够变回来 也算是一个安慰了 妖妖泪水 也是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她道 秦姨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周元恢复过来的 秦玉点点头 旋即帮妖妖抹去泪水 抢言笑道 可不能叫我秦姨了 你跟周元可是成过亲的 妖妖一正 旋即白皙如玉的绝美欲言上 有着一抹飞红 忍不住地浮现出来 但她还是鼓气勇气 轻声道 娘 望着眼前那素来清冷的 如折仙般的女孩 此时这般娇俏模样 就连秦玉一个女子 都是忍不住地感到惊艳 同时心中情感也冲淡了一些悲伤 她心想着 如果此时的周元 能够在一旁笑看着这一幕 那该会是何等完美啊 为此 秦玉甚至都甘愿付出她的性命来 乖孩子 秦玉从怀中 取出一只流金凤玉钗 然后帮妖妖盘起青丝 那玉钗与妖妖的肌肤交相呼应 倒是人欲其美 以后 你可就是 我周家的媳妇了 秦玉笑道 妖妖闻言 伸出小手 轻轻地握住了一旁 如石像般呆立不动的周元的手掌 然后冲着秦玉 有些羞涩地轻点擒手 秦玉越看越爱 一时间那悲伤欲绝的心情 都稍微地好受了不少 虽说她也明白 这只是强行在转移一些情绪而已 而此时 或有宫女来报 说藏原四位古尊到访 显然 他们也是感应到了妖妖的归来 所以立即前来查探情况 周晴看了妖妖一眼 见到后者点头后 方才吩咐人 将四位古尊 皆是引了进来 藏原 金罗 地龙 斥击四位古尊进入殿内 他们的目光 第一时间看向了那立于原地动也不动 眼神木然 毫无灵光的周元 妖妖 周元这是 藏原眉头紧锁 担忧地问道 她的神性承载之物被破坏 神性与人性互相冲突 令得身体失去了掌控 妖妖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金罗谷遵循问道 这就要看情况了 妖妖倾手威妖 如今 那圣神已经进入蜕变期一个月了 现在诸天大乱 规须神殿也快要控制不住了 金罗谷尊苦笑道 妖妖预言 倒依旧是清清冷冷的 显然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现在的她 只想让的周元恢复过来 至于诸天是何等景象 她现在不想关心 不过圣神如果毁灭诸天 到时候势必大周成也会被毁灭 为了周元以及情欲 周情 妖妖倒是说到 圣神的蜕变 还会需要一段时间 周元在那最后 施加的封印 会让她的蜕变 变得缓慢许多 四位古尊点点头 这勉强算是一个 还算不错的消息 虽说最终 也不过是将结局 延缓一些时间而已 妖妖 诸天就真的没有希望 再与圣神抗衡了吗 斥击古尊犹豫了一下 忍不住地问道 妖妖的身上 妖妖沉默了片刻 最终道 未来的事情 谁又能说得准 如果真是抗衡不了 那就是 诸天气云已尽 四位古尊文言 只能苦笑一声 最后再做了一些交谈 便是主动离去 而在往后的一段时间中 妖妖便是带着周元 住在了王宫内 他们走遍城里 曾经一起去过的那些地方 她想要试试 这些熟悉的地方 能否唤醒周元体内的人性 只是 一个月时间过去 周元的眼瞳依旧目然 毫无波动 不过妖妖并没有放弃 她在与周晴 晴玉商量之后 便是带着周元 走出大周王朝 沿着曾经离开的路线而行 当年的他们 在离开大周王朝后 就顺着这条路线 走向了苍玄天 只是 当初的少年 朝气澎湃 自信活力 她带着清冷少颜的少女 以及调皮脚下的小兽 开启了他们的精彩人生 而如今 那个少年已不再年少 她历经结播 从岌岌无名 成为了诸天忠最顶尖的强者 但现在的她宛如石像般 在无情感波澜 她似木偶般 任由女孩牵着 慢慢前行 唯有吞吞化为原本的小兽模样 在前翻滚探路 不过 在走出大周王朝的疆域时 妖妖在那前方 看见了三道人影 两女一男 都并不陌生 那是苏又威 武瑶 赵木神 苏又威一身子裙 纤细的身姿 宛如一朵紫兰花般 于风中轻轻摇曳 风姿动人 武瑶一袭大红群 气势洒爽中又带着风锐 宛如带刺的玫瑰 赵木神则是一身黑衫 神情复杂 苏又威迎着走来 她凝视着宛如木偶般的周园 美目中有着 难过悲伤的情绪涌现出来 旋即轻声道 我能与她说说话试试吗 妖妖没有拒绝 她拉着周园 在一旁的林荫间坐下 还细心地为她整理了一下 有些凌乱的衣衫 苏又威在一旁看着 她看得出来 这段时间 妖妖一定在竭尽全力地 在照顾着周园 虽然她对照顾人并不擅长 但比起以前那种 不食人间烟火 无疑是变得生动了许多 妖妖在将周园安顿好后 便是主动地走开了一些距离 苏又威则是在周园的身旁坐了下来 轻轻地自言自语起来 这都是在讲述着曾经的她们 那些相遇 以及她的一些故事和 女孩子压抑在心中许多年的心意 天边夕阳斜落 暗红的光芒照耀大地 在这个角落 子群女孩在树荫下与男子轻语 不远处 白群的绝美女孩 静静地仰望着天穷 红群女孩则是斜靠着树干 双臂抱胸 狭长凤木中闪过莫名的情绪 更远处 黑衣男子荆棘独立 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 任由名为吞吞的小兽 在骑头顶 懒洋洋地扒拉着她的头发 这一幕 其实分外的美好 当然前提是 树荫下的男子 能够再如从前一般 露出灿烂的笑容来 当邪落的夕阳于天边 还剩下一个角的时候 苏有威站了起来 同时也将周园扶了起来 她的眼眶通红 其中不满着自责与哀伤 妖妖走了上来 轻声道 放心吧 我会让她好起来的 辛苦你了 妖妖姐 苏有威点点头 道 妖妖不再多言 她拉着周园的手掌 牵着她继续对着前方缓缓而去 而吞吞 则是毫不留恋地 从一脸不舍而惆怅的 赵母神头上跳了下去 继续在前探路引路 苏有威望着一男一女 疑受远去的背影 此时天地间最后一道 夕阳落在她的脸颊上 一时间 她突然泪如雨下 你其实可以跟他们一起走的 妖妖出现在她的身边 说道 苏有威摇了摇头 茶区泪水 轻声道 不了 这是属于她们的路 我不能插进去 我只要能够看见她好起来 其他的 也就不在乎了 妖妖轻叹一口气 也无所谓了 反正诸天末日也快到了 到时候一切毁灭了 也就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与苏有威分别后 妖妖带着周园 继续沿着曾经的路途前行 那些还似曾相识的路途中 都是有着曾经的那些回忆 那些美好的画面 不断地自脑海深处翻出 清晰异常 他们抵达了圣祭城 这座城市已经重建 只不过 因为如今诸天末日降临的情况 城内显得有些动乱 于是 妖妖只是带着周园 外远处的圣祭之地 当年 也就是在这里 周园遇见了苍玄老祖 然后开启了新的故事 圣祭之地这些年 已是成为了一处 著名的历练之处 毕竟光是苍玄天天主 曾经得到机缘之处的这个噱头 就足以让得 苍玄天的各方天骄 对此须之若鹜 妖妖直接去到了 圣祭之地最深处 在这里 曾是苍玄老祖 那一缕印记消散的地方 不过这些年过去 一切都已不再存在 即便是强如现在的妖妖 也不可能将那所消散的再挽回 于是妖妖就牵着周园 于那山间枯坐了两日 最后方才离开 而在离开了圣祭之地后 他们走向了圣州大陆 不过曾经作为苍玄天核心的大陆 如今早已破碎 分离于各处 但妖妖却并不嫌麻烦 那些当年 曾经与周园去过的地方 她一个都未曾落下 带着周园一路走过 而时间也是在此间缓缓流逝 转眼 就已是三个月过去 三个月 妖妖带着周园 走遍了他们曾经去过的所有地方 只是 周园依旧还是如同木偶般 毫无反应 于是 在三个月后 走遍了苍玄天的诸多角落的妖妖 带着周园 终于来到了苍玄宗山门之前 第1492章 那座洞府 那胡桃妖酿 苍玄宗的山门 依旧是一如既往的静静处立 山门之后 有巨大的护踪结界 闪烁着一光 给人浓厚的安全感 而当妖妖牵着周园 走上山门的实体时 她见到了前方的一些熟悉身影 那是左丘青鱼 李纯军 绿罗 楚清 李清禅等人 在那更后面的山道间 还可见人头传动 一道道目光在隐晦的头来 妖妖带着周园 走遍苍玄天的举动 并未特意隐瞒 所以如今苍玄天各方势力 都知晓他们的路线 而且也给予了最为高度的关注 毕竟以两人的身份 已经算得上是 诸天最有实力与地位的了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诸天强者的心 这一点 即便是归须神殿的四位古尊 都有些比不上 妖妖 左丘青鱼赤足迈空 如剑般地掠下 一把抱住住了妖妖 她的美目通红 道 能再见到你 真是太好了 妖妖则是轻轻 拍了拍左丘青鱼后背 左丘青鱼松开妖妖 眼神复杂地看着一旁 如木偶般的周园 轻声道 她还没好吗 妖妖轻轻摇头 你不要担心 周园一定会好起来的 左丘青鱼认真的道 妖妖微微笑了笑 然后牵着周园上前 与前来迎接的李清禅 楚清等人都是打了一个招呼 绿罗窜到周园的面前 睁大了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道 周园 我是绿罗 你真的不记得我吗 周园木然空洞的眼神中 倒映着绿罗可爱清纯的脸蛋 却是没有任何的波澜 绿罗顿时难过地低下头来 在其肩膀上 一只冰蓝色的小鸟轻轻啄了下她的耳垂安慰着 一旁其他人见状 皆是在心中暗叹了一口气 妖妖 辛苦了 在这苍玄宗有任何需要的地方 尽管开口 现在楚清是苍玄宗的新任长教 李清禅望着妖妖 道 一旁的楚清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 满脸苦涩的道 其实这个宗主周园师弟最适合 如果他醒过来 我倒是想要求他能不能救一救我 我想去我们曾经的洞府 妖妖美目带着一丝怀念 道 放心吧 那个洞府一直都空着 也没让任何人进去过 楚清道 多谢了 妖妖点头致谢 然后便是不再多言 只是牵着周园 顺着山道而行 一步步地对着苍玄宗内而去 楚清 李清禅 左邱清禹等人都没有在说话 只是掉在他们身后的一些距离 随着穿入山道 有无数的目光自周围投射而来 那些都是苍玄宗的弟子 其中很多都算是新人 而此时的他们 皆是在以一种无比尊崇的视线 望着那走在最前方的一对男女 那位美丽的宛如折仙下凡般的白群女孩 应该就是那传闻之中的第三神吧 那般容颜气质 当真是及天地灵气而生 足以让得天地万物黯然失色 他们发誓 他们就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女性 往日他们觉得 李清禅长老 就算是容颜气质的极致了 可今日见到这一位 他们明白 所谓美丽的天花板 又被狠狠地拉高了 而其身旁的那位身躯挺拔的男子 显然就是那位 自他们苍玄宗走出的 苍玄天天主 周元 对于这位 苍玄宗无数弟子 都是将其视为心中的偶像 或许连周元自己都不知道 如今的他 在苍玄宗这些弟子的心中 究竟拥有着何等的地位 所以 当一男一女走过时 四周山道寂静无声 但却有着一道道人影 以一种虔诚 尊崇的姿态 弯身而拜 遥遥对此 倒是质若罔闻 他牵着周元一步步地走过漫长的山道 最后再穿过曾经所熟悉的那些山中楼阁 直到一座洞府出现在视线的尽头 那座洞府 论起规模与等级 在苍玄宗诸多洞府中 其实算不得太过的顶尖 可如今这里 却是苍玄宗内最为独特的一个地方 在那往日 有许多苍玄宗弟子 宛如朝圣一般地来到这里 因为 在那许多年前时 他们那位上 还未曾成为苍玄天天主的周元师兄 便是于这里修行 苍玄宗开创至今 这是所出现的成就最高的弟子 甚至从某种意义来说 周元的实力 已经超越了作为开创者的苍玄老祖 夭夭凝视着那座洞府 清冷的眼眸之中 有着浓浓的柔情 在此时涌现出来 这一瞬 他那股清冷的气质 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柔媚之意 这座洞府 不论是对于他 还是周元来说 都是拥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当年他们离开大洲王朝 便是于这里 真正的相依为命 互相依靠 在这里 有着他们最为美好的回忆 夭夭牵着周元 一步步地走向洞府 而楚清 李清禅 左邱清宇等人 则是停下了步伐 不再跟进 因为他们知道 那个小世界 是属于他们二人的 而夭夭最后才 带着周元来到这里 显然是将这里 视为了最后的希望所在 若是连在这里 都无法唤醒周元的话 那么或许 这诸天 也就在没什么地方 还存在着希望了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夭夭牵着周元 脚边跟着吞吞 慢慢地走进洞府 身影消失于洞内的阴影间 所有人都是在此时 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一切 就看天意了 进入洞府 映入眼帘的 便是那条记忆深刻的 青石小道 小道蜿蜒 穿过精致的石亭 溪流 洞窟内环境阴凉 然而光线却是极好 一道道的光斑 自孔西间投射而进 其中有尘埃飞舞 顺着青石小道深入 有一座花圃映入眼中 其中百花争艳 煞是好看 这里的每一株花苗 都是当年夭夭亲手所种植 只是许多年下来 当年的花苗早已成熟 鲜艳的颜色 令得洞府内 显得格外地生动 夭夭站在花谱前 静静地望着那些成熟的花团 红唇也是轻轻地 绽放出一丝微笑 旋即它牵着周元 再度深入 走过一间凉亭 然后它的脚步 便是渐渐地变缓了起来 而它的眼眶 则是有着一圈圈的红在扩散 如碱水般清澈的眼瞳中 倒映着一株茂盛的桃树 桃树上 桃花怒放 洒下花瓣 温暖了整个洞府 夭夭正正地望着那棵桃树 然后它捂住了嘴 有泪水顺着脸颊 忍不住地滴落下来 那一年 桃树盛开 人面桃花相应红 这一刻 夭夭真的很希望 这一切 其实只是她与周元 依偎在靠在桃树下 假妹时的一场梦 她不想要什么力量 也不想要什么世人尊崇敬畏 她只想与周元 能够平平静静地在一起 只是 她也明白 这是不可能的事 她轻轻地茶拭眼泪 拉着周元 来到了桃树下 此时地面已铺满了花瓣 这些年来 桃花盛开又落下 不知化为了多少花泥 周元 你还记得吗 当年你为我酿造了一道 叫做桃妖酿的酒 而那最后一壶桃妖酿 就被埋在这棵桃树底下 那时我以为这壶酒 未来会给我来喝 没想到 妖妖先吸玉指 对着桃树底下一指 那里的泥土 便是分离开来 然后她就见到 一壶酒坛 沾满着花泥的静静躺在那里 妖妖丝毫不在意 酒坛上的泥土 将其小心翼翼地拎了起来 她凝视着这胡桃妖酿 嘴角的笑意 已是含尽了温柔 比天地间任何的酒酿 都要醉人 而此时 周元那木然的眼瞳 同样是倒映着那壶酒 再然后 她那如木偶般的身躯 仿佛是轻轻颤了颤 妖妖似有所觉 她凝视着周元的眼睛 笑道 想喝吗 妖妖白皙如玉般的绝美脸颊上 有着一丝诱人的飞红浮现出来 她那一汪清澈如虎般的眼眸中 荡漾起了隐隐水波 背齿轻咬红唇间 下一瞬 只见得 她那一身白色衣裙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鲜红起来 短短刹那 眼前的绝美人 便是凤冠霞佩 美艳的不可方物 她欲止一点 面前周元身上的衣衫 也是开始变化 变得鲜红 一如当初那场大婚之时 妖妖于桃树下那 铺满桃花的地面上跪坐下来 然后拉扯着周元 也是面对面的跪坐着 她轻轻拍开了酒风 顿时有一股醇厚 而令人心醉的酒香弥漫开来 那股熟悉到 近乎刻骨明星般的酒香之气 让得妖妖嘴角的笑意 绽放得愈发的迷人了 她单手拎着酒壶 白皙修长的脖梗 轻轻扬起 宛如优雅的天鹅 妖妖将酒坛放于嘴边 以一种豪放的姿态 大饮了一口 有酒水顺着唇边滑落下来 打湿了胸襟 最后 她将酒坛放下 欲言之上 一片驼红 那般从未出现过的妩媚韵味 足以让世间任何风情都比下去 酒不醉人 人自醉 妖妖身体在此时前倾 沾染着酒水的冰凉红唇 直接印上了周元的嘴 这一刻 周元的眼中 有着激烈的波动涌现出来 她的手掌也是颤抖着 缓缓地揽住了面前人 纤细的腰肢 感受着周元 那似本能般的反应 妖妖唇角轻轻地扬起了弧度 旋即以一种更为激烈的姿态回应起来 好半场之后 两人唇分 妖妖欲面满是醉人驼红 她望着周元那空洞眼瞳中 开始凝聚的一丝丝神采 轻轻一笑 她随手拔去了头上的玉钗 顿时青丝如铺般的青线而下 紧接着凤冠侠配竞树的脱落 而地面上的桃花开始飞舞 有纤细窈窕的身影 若隐若现 妖妖铺在了周元的身上 红裙半披 玉色若隐若现 她在周元耳边轻声道 夫君 当日大婚 我们之间 似乎还有一个流程 还没有走完呢 下一刻 她扑倒了周元 漫天桃花飞舞 凝聚 渐渐地形成了一颗桃花圆球 将两人尽数地遮掩 花瓣飞舞间 如两条红浪翻滚 纠缠不休 而那满园春色 却是再也遮掩不住 令得这洞府之内 春意盎然 远处 吞吞爪子捂住了兽童 赶紧逃出洞府 于洞口蹲守 漫天花瓣飞舞 而那自山洞空隙间 投射而尽的光斑 渐渐地从烈日 最后化为了冰凉的月光 照耀于桃树底下 那一颗桃花球上 而花球之内 此时则是有荧光飞舞 妖妖静静地 躺在周园的胸膛上 而此时的后者 双目已是紧紧闭拢 不过妖妖却是 能够感觉得出来 他体内神性与人性的震荡 已是趋于平和 而且人性开始掌控局面 只不过 随着神性被压制 周园体内的神力 也是在开始渐渐地消散 那是因为其体内 终归是没有能够 承载神性的神骨 所以当其人性复苏的时候 神性自然也就因为 这道缺陷 从而开始消散 当周园真正醒来的时候 他的实力将会推到三连镜 红裙半屁于乡间 妖妖同样是美目微逼 倾听着周园那 充满着活力的心跳声 这一刻的耳鬓丝膜 让他想要永久地停留下来 只是 这只会是暂时的 未来那圣神完成蜕变 整个诛天将无人可制衡他 那时候 不论是他 还是周园 吞吞 一切都将会被抹灭 他不怕毁灭 但如果可以 他想要周园 能够继续体验这个世界的美好 他微微撑起上身 眸光凝视着周园那熟睡般的面庞 红唇轻轻地扬起一个弧线 眼中的泪水 却是再度地滴落了下来 他趴下来 在周园的胸膛处 用力地咬出了一道印子 周园 我的神性已被圣神吸收 我不可能再打败他 但是 你未必没有机会 你 或许能够将这世间之乱 真正地终结 原本我以为可以和你携手迎向毁灭 可此时 我却有些自私地改变主意了 周园 我不想要你死 我想要你好好的 你无法真正地成神 那是因为你缺失神骨 所以 周园 就让我来成为 你的神骨吧 他的眼中 有着绝燃之色浮现 下一刻 他的身躯上 有着神光开始绽放 神光将两人紧紧地包裹在一起 而夭夭的身躯 则是在此时 开始渐渐地化为了一道道璀璨的光点 那些光点 顺着周园胸膛的牙印 一点点的近数 钻入到了他的身体之中 而夭夭的娇躯则是在此时 开始变得虚薄起来 夭夭低头 他轻轻地抚摸着周园的脸庞 脸颊上绽放出明媚动人的笑颜 有最后的声音轻轻地传出 周园 夭夭别无他念 只愿你未来 平安喜乐 下一瞬 他的身躯 彻底地化为了无数神光 洞府之外 刚刚冲出来的吞吞 突然地止住了四提 他有些呆呆地望着洞府之内 这一刻 他感应到了什么 他想要冲进去 但在洞口处仿佛有一层不存在的光壁板 将他直接撞地倒飞了出去 吼 无奈之下 他只能四提堕地 堕得地动山摇 最终仰天长笑 笑声震动天地 笑声之中 充满了无尽的悲痛与哀伤 第1493章 圣神苏醒 吼 那自洞府之外传出的售吼声 震动天穷 同时也经得苍玄宗 无数人震惊地望着这个方向 楚清 李清禅 左邱清语等人 出现在半空中 他们目光静怡地望着洞府那边 他们能够见到 化为巨兽形态的 吞吞在仰天长笑 那笑声中 似乎满含着悲痛之意 怎么回事 他们皆是面色变幻起来 自从昨日夭夭 带着周园进入洞府后 他们便是未曾在关注 只是他们没想到 这才一夜时间 似乎就出了一些变故 要去看看吗 李清禅有些担心地问道 楚清沉吟了一下 则是摇摇头 道 那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不是我们能够插手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安静地等着 不让任何人靠近那个区 作为如今沧玄宗最强的人 楚清能够隐隐地感觉到 那洞府之中 似乎是在出现着前所未有的巨变 那种变化 不是他们这种层次能够触及的 其他人闻言 也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只是 他们还是感觉到有些不安 毕竟吞吞咆哮声中的 那种悲痛之意过于的明显 那洞府中 应该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过 担忧也无济于事 他们唯一能做的 便是等待 而这一等 便是足足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于诸天而言 依旧是充满着煎熬与恐惧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诸天生灵都开始隐隐地察觉到 一股让人感到浓浓恐惧的威压 正在缓缓地 从那诸天之外传来 那是圣神蜕变的地方 显然 圣神的力量 在变得前所未有的恐怖 所以 即便蜕变七上未完成 但那威压 已是降临而至 这无疑更加剧了 诸天中的恐慌与绝望 这种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等待灭亡来临的局面 无疑是一种 让人难以忍受的折磨 所以半年间 不知有多少生灵 承受不住那种日夜的恐惧 最终竟是选择了自我了结 诸天一时间 可谓是哀红遍野 失衡遍地 苍玄宗 如今的这里 可谓是 成为了诸天最为主目的地方 甚至连四位古尊 都是离开了闺须神殿 然后与此处长坐 其他诸多圣者 也是陆陆续续地赶来 如此阵仗 倒是引得苍玄宗风头 一时无两 在那座洞府之外的四周山峰上 以金罗 苍渊 地龙 赤鸡四位古尊为首 诸多圣者静静盘坐 他们的目光 都是带着一些忐忑与不安地望着 那被一股无形而恐怖的力量封锁的洞府 在那洞府外 化为巨兽形态的吞吞垂头趴扶着 动也不动 看上去似乎是颓丧至极 洞府内 似乎在郁郁着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 那种力量 比之前的第三神还要强 金罗古尊目光中 有着一丝忐忑与蹊迹 虽然他并不知道 洞府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那股力量的出现 无疑是让得他们有着一种 在沙漠中见到绿洲般的欣喜若狂 但那蜕变完成的圣神 也越来越强大了 藏渊探道 即便圣神蜕变之处 距离诸天如此的遥远 但那所散发的神威 依旧连他们 这种三连镜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不管如何 眼下的局面已经是最差了 能够多一个变数 也终归是好的 赤鸡古尊说道 其余人也是点头表示认同 一旦圣神蜕变完成 诸天就会迎来毁灭 而诸天对此 没有任何应对的方式 所以如今这座洞府中 所孕育的力量 说不得 就会是诸天最后的一丝希望 一道道目光 再度怀着忐忑与蹊迹的头像洞府 静静地等待着谜底揭晓的时刻 而时间 就在等待着继续地流逝 又是一个月后 在那距离诸天极为遥远的混沌虚空中 神力结晶所化的巨蛋 静静地矗立着 亿万道神光自其中横扫而出 那自巨蛋中散发出来的神威 更是传遍了这天元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遥远处 有圣族的圣者强者 在虔诚地跪拜 静静地等待着他们至高无上的神灵 完成蜕变 直到某一刻 混沌虚空中 似是突然地 有着神秘的低语声轻轻地响起 那低语明明并不响亮 可这一刻 那低语直接是传遍了天元界 不论是圣族还是诸天的生灵 都是在这一刻 听见了那神面 蕴含着莫名微压的韵味 只不过圣族生灵听见这低语 是无边的狂喜 他们无不是狂热地跪拜下来 而诸天生灵 则是心中 生起浓浓的恐惧 他们的精神 被这低语声搅得发狂 一时间 无数生灵倒地惨叫 翻滚不停 混沌虚空中 太米等圣族的圣者 皆是面色狂热地望着 那神秘低语的源头处 他们知晓 这是圣神即将完成蜕变的征兆 功赢无神 他们虔诚地跪拜 望 那自神力结晶巨弹之中 散发的亿万道神光 则是在此时开始渐渐地收敛 半晌后 神光尽数地缩回其中 而巨弹的表面 有着裂痕 自缓缓地蔓延开来 嗯 似是有着一道滴滴的那男生 从巨弹中传出 下一刻 巨弹开始迅速地破碎 而随着巨弹的碎裂 只见的一道人影 于其中浮下而出 那道人影 通体神光内蕴 没有一丝一毫的外泄 那具身躯 仿佛是天地间 最为完美的造物 其中流淌着这天地间 至高般的力量 蜕变后的圣神 原本的黑色头发 化为了黑白两色 其眉心处的黑色树木 同样是黑白各占一半 宛如阴阳交汇 神秘异常 他的身躯表面 流转着神光 神光内似是 蕴含着天地间的奥妙 光是看上一眼 就令得人神魂有破碎之感 不可直视 不可亵渎 此为神威 这种力量 虽然距离祖龙上 还有一步之遥 但也不枉无谋算着数万载 圣神感应着 自身神体内流淌的 那股浩瀚神力 那股力量 比起之前的他 强了足足一个层次 对此 他显然是颇为的满意 神灵尽数地磨灭 将它们化为血石 把祖龙最后的力量回收 那么 他就将会成为 天元界真正的第一神 他轻轻一笑 忧生不可测的目光 投向了诸天所在 诸天的毁灭 就从此时开始吧 第1494章 周元成神 神威如玉 当圣神将要毁灭 诸天的念头升起时 这方天地 便是自然而言地有了反应 首先是内天地间的元气 开始不安地躁动起来 这一刻 诸天生灵皆是 惊骇欲绝地发现 他们与天地间的元气 仿佛是开始受到了某种隔离 即便是诸天的圣者 也同样发现 自身的圣者伪力 开始不断地受到削减 苍玄宗内 以四大古尊为首的诸多圣者 皆是在这一刻 面色大变 骇然失色 是圣神完成蜕变了 有圣者面色难看地说道 如此力量 比此前恐怖了太多 此前那圣神虽说也很可怕 但却没可怕到 这种连面都未曾露出来 整个诸天生灵 连天地元气都开始难以掌控的地步 金罗 苍渊 地龙 赤鸡四位古尊对视一眼 也是看出了对方眼中的苦涩 这种力量 简直让人绝望到发狂 圣神即将降临了 金罗古尊叹息道 这遥远的虚空距离 对于圣神那般存在 不过只是片刻而已 而等他降临诸天 迎接诸天生灵的 只有毁灭 苍渊等人的目光 投向了那座神光营绕的洞府 眼神中带着最后的一丝西迹 那里面 是诸天最后的寄托了 而处于恐慌中的诸天生灵 也并未等待多久 因为他们 能够感受到 一股无法形容的神威 渐渐地从那遥远的混沌虚空之外 降临而下 这一刻 无数生灵抬头 然后他们便是惊恐地见到 在那天穷外 出现了一张看不见镜头的巨大面孔 那面孔冷漠地注视着诸天 而在那目光的注视下 无数人瑟瑟发抖 连神魂都是有着崩溃的迹象 你们 做好准备了吗 天穷外 有淡漠的声音传下 宛如雷鸣 响彻于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随着其声音的落下 诸天的圣者顿时骇然地发现 诸天之中所蕴含的天地元气 在此时迅速地消失 短短片刻间 诸天仿佛是变成一个 没有元气的普通世界 这等变化 直接是让得诸天生灵恐惧震动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元气的存在 这是他们力量的源泉所在 可眼下 元气直接消散 这无疑是断绝了他们的根 于是 无数生灵绝望哭嚎 天穷外 有笑声响起 紧接着四世有着神秘而诡异的低语声 宛如是某种咒语般的落下 传进了诸天生灵的耳中 啊 那宛如魔咒般的低语声传下 顿时诸天生灵爆发出惨叫声 因为他们发现 体内的元气在此时 竟然开始反噬自身 那些由他们苦苦修炼而出的元气 仿佛是此时化为了无数的虫子 在体内是咬着他们的身躯 苍玄宗内 无数弟子也是痛得满地打滚 甚至连一些法御 圣者 都是眉头紧缩 竭力地控制体内暴走的元气 但显然 伴随着那神秘低语的加剧 他们的掌控 也是在渐渐地失效 这一刻 他们皆是感觉到一种无力感 这就是如今圣神的力量吗 轻而易举 就能够将他们苦修而来的元气化为 攻击他们的手段 天地间 开始有着无数血洪的气流升起 对着天穷外而去 那每一道血洪气流 都代表着一个诸天生灵的气血 被元气吞没 这一幕 显得极为的惨烈 金罗 苍元等古尊仰头望着 他们面露卑异 诸天无数仙辈 苦苦坚持这么多年 今日 诸天终于还是不能避免 被圣神所磨灭的结局吗 动 而就在诸天生灵凄厉 而绝望的哀嚎时 突然间 有一道四股老中顶碰撞般的声音 于这天地间响起 然后悠悠地传开 传遍了诸天 那钟鼎声中 似是蕴含着一种神庙之力 当起传开时 那来自圣神的神秘低语神 竟是被抵消了下去 与此同时 那原本升空而起 对着天穷外而去的 无数血洪气流 则是仿佛受到了某种驱使 突然地脊坠而下 纷纷落回了各自体内 于是 那原本血肉枯竭的尸骸 突然血肉重生 再度茫然地睁开了眼睛 诸天生灵惊慌未定 不知究竟发生了何事 咦 天穷外 似有一道惊讶的声音传来 苍玄宗中 苍渊 金罗等古尊 也是面色变幻 玄机他们的目光猛地 投向了那座洞府 洞府中散发的神光 已是在此时尽数地收敛 他们的目光盯着那洞府大门处 旗内的幽黑通道中 有着细微的脚步传出 片刻后 有一道修长挺拔的人影 自隐隐中走了出来 天地间的风声 仿佛都是在此时凝制了下来 苍渊 金罗他们的目光 停留在那道人影的身上 那是周元 那道人影 面目倒是极为的熟悉 正是周元 只不过如今的他 与以前似乎是有着极大的变化 首先是那自其体内 散发而出的气势 在那等气势下 苍渊他们 有种仿佛蝼蚁仰望星河般的渺小感 仿佛那道人影的一呼一吸 都是能够影响到 他们生与灭 周元的黑发披散在身后 他的眼瞳深邃莫测 让人神魂都为之动摇 他的皮肤白皙 其上的每一道纹路 似都是蕴含着天地间最为古老的秘密 当他走出阴影 出现在天地间时 那原本消散的天地元气 再度地出现了 而且还是以一种朝拜般的姿态 经罗 苍渊他们都发现 在面对着眼前的周元时 他们体内的元气 表现出了一种彻底的臣服 宛如是子明见到了统治的帝王 天地寂静无声 没有人敢说话 皆是屏息静气地望着那道人影 而走出洞府的周元 神色也是极为的平静 并不见多少的波澜 他静止走到了洞府外 趴扶在那里的吞吞身边 伸手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领甲 吞吞受童看了看周元 发出了悲痛的低鸣声 周元另外的一只手掌 停在了自己胸膛处 他能够感觉到 在他的血肉最深处 多了一物 就是那一物 让得他肉身真正的圆满无缺 那是神谷 妖妖以自身所化 他甚至能够清晰地察觉到 那属于妖妖的一缕气息 在他的血肉中流转 与他永远地合而为一 周元抬起头身吸了一口气 不让眼中的泪水滴落下来 最后他说道 吞吞 相信我 我一定会让妖妖再出现的 声音落下 他便是将目光投向了天穷之外 那巨大无比的面孔 那眼瞳中 有无边的森寒与沙 一如潮水般地涌了出来 整个天地间的温度骤然降低 只是在这之前 我想先将这个罪魁祸首解决了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周元步伐轻轻迈出 虚空波荡间 一道璀璨神光 摇摇而上 带着诸天生灵最后的希望 破入天穷 望着这一幕 藏渊 金罗他们都知晓 真正决定诸天命运的一战 终于来到了 第1495章 神战 混沌虚空 当虚空波荡 周元的身影凭空出现时 他的目光也是投向了前方 只见到那里 有一颗陨石静静地悬浮 陨石之上 圣神盘坐 正面带扰有兴趣之色地注视着他 没想到 凡人真的能够退去凡胎 真正地进入神境 从这一点来看 如果不是当年无称式逃离 令得祖龙未能完成 那最后一步的创造 那他的这场创世 的确是极为成功 圣神感叹道 周元神色淡淡 道 你是这天元界中的毒瘤 唯有将你抹除 这方世界 方才能够绽放出属于他的光芒 真正的光耀无比 天元界潜力无穷 它不该 仅有这九天之行 圣神 你已经阻拦了这方世界的进化 许多年了 也到了该被清除的时候了 圣神笑道 未来这方世界的进化 自会有无来一手掌控 等无彻底地掌控了至高神力 无作的将会比祖龙更为的出色 周元 既然你已经踏入神境 那就算是 有了与无凭等对话的资格 若是你愿意与无联手 那么这天元界 无可与你共享 你也知晓 这方世界的潜力 它的未来 将会远比现在新盛强大 周元神色淡漠 那投射于圣神的视线中 却是有着浓烈的杀鸡在涌动 不好意思 我现在想要灭杀你的心 比所谓的掌控天元界 圣神双目微眯 有些失望的道 看来你们这种蝼蚁 即便是进入了神境 也依旧被那些无畏而低级的情感 所掌控理智啊 第三神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难道你还要重蹈覆辙 然而回应他的 却是那陡然间爆发的凌然杀鸡 只见的混沌虚空间 有神力潮汐滚滚而来 万千道神光暴射而出 直接是对着圣神所在覆盖而下 轰轰 巨声响彻 那座堪比大陆般的陨石 直接是寝刻间化为粉末 但圣神周身有神力光环环绕 那一道道射来的神光 被迅速化解 圣神但笑道 新神就是火气大 也罢 就让吴来看看 有了第三神做你的神骨 比起之前 你究竟又强了几分 他双掌合拢 下一刻 掌心间有黑色的光点升堂而起 那一颗颗光点迎风暴涨 熟悉后 便是化为了一颗 颗约莫万丈左右的黑色光球 光球黑暗到极致 连光线经过时 都被吞噬了进去 呈现出了塌陷的姿态 宛如一颗颗真实存在的黑洞 神术 黑鹰剑 圣神绣袍挥洞 那蕴含着极致黑暗的光球 陡然咆哮而下 充斥了周元的视野 那其中所蕴含的浩瀚神力 直接是扭去了空间 颠倒了乾坤 这种力量 若是落进一方天狱的话 恐怕将近一半的天狱 都将会被毁灭 迎着那黑色光球的呼啸 周元面无表情 他手掌一握 天元笔自其手中闪现而出 如今的天元笔 与以往似乎是有了极大的不同 以往的笔身 斑驳中充斥着岁月感 而此时的天元笔 却是宛如一块神经所化 其上光滑明亮 有无尽的神闻在流淌 原本的九道原文 也已被抹除而去 因为那种层次的原文 如今已是有些配不上他了 在周元真正进入神境的那一刻 天元笔也受到了神力的淬炼 他已是脱离了圣物的范畴 踏入了神物的等级 周元手持天元笔 笔间颤动 似龙蛇飞舞般 而随着神力自笔间流淌 只见的一座座巍峨山月 于虚空中成形 那些山月的每一块山石 都是凝聚着无数道神闻 每一座山月落下 都足以将那些所谓的 三连镜古尊古圣镇压的勇士 难以翻身 神山矗立虚空 四连绵不尽 最终与那落下的黑色光球相撞 碰撞时并无巨声 唯有两股神力不断地在消融 战斗的余波 令得诸天都是在阵战 两道浩瀚神力 最终随着互相消耗殆尽 近乎同时地消失于虚空间 有点意思 不枉第三神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圣神倾效出生 他是真的有些惊讶 毕竟要知道现在的他 可是蜕变之后的 这种力量比起与第三神交手的时候 几乎是强上了一个档次 可即便如此 先前的神力攻势 依旧是被周元抵挡了下来 由此可见 此时周元的力量 从某种层次而言 的确是具备着与他交手的资格 当然 也仅仅只是资格而已 周元眼神冷冽 他手中天元笔 突然脱手而出 神光绽放间 竟是化为了一头横跨虚空的巨龙 那巨龙通体璀璨 宛如神经所化 咆哮之间 诸天震动 好 神经巨龙对着诸天所在猛地一息 下一刻 只见得有四道流光冲天而起 流光内蕴含着极为纯粹的天地之力 而随着四道流光接近 方才能够发现 那其中 竟是四道古老的石印 赫然是混元天 乾坤天 万寿天 五行天四大天狱的天主之印 四道天主之印破空而来 神经巨龙一口就将其尽数地吞下 顿时间其体内爆发的神光 变得更为的璀璨了 那神力之强 另得远处那圣神双目 都是须眯了起来 不过这还并未结束 因为周元首长一台 苍玄天的天主之印 也是自掌心升起 然后 送进了神经巨龙嘴中 在吞下了五道天主之印后 神经巨龙那澎湃的神力 已是强悍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周元的身影出现在了巨龙头顶上 他眼神森冷地注视着圣神 道 狗东西 他叫做妖妖 不叫做第三神 声音落下 其俯身将手掌按在了龙头上 似是有着无数道神闻 以其掌心为原点 猛然扩张 而神经巨龙 也是陡然张开了龙嘴 下一瞬 似是有着光流喷波出 神术 五方龙神流 那光流宛如龙行 其中蕴含着无数细微的神经 那是由凝炼到极致的神力所化 而且在那其中 还蕴含着来自五大天狱的天地之力 面对着圣神 周元没有丝毫地留守 出手便是酝酿许久的杀招 龙行神经光流 几乎是在地出现的那一瞬 就已抵达了圣神的前方 光影倒映在后者的眼瞳中 显得格外地璀璨 最后 这恐怖到极致的公式 便是在那苍玄天中 诸多圣者狂喜的目光中 带着轰鸣声 将那圣神的身躯 尽数地淹没了下去 第1496章 最后的一部 神经洪流自混沌虚空中贯穿过 然后带着轰鸣声 远去 也不知道穿透了多么遥远的距离 而诸天的圣者 则是狂喜地望着这一幕 周元这般公式恐怖到极致 而那圣神也未能逃脱 如此重击 应该是能够对圣神 造成不小的伤害吧 无数道目光 汇聚于诸天之外 只见得那里的虚空 呈现漆黑的痕迹 而一枚呈现黑白相间的 椭圆光照 静静地矗立 其上有诸多消融的痕迹 透过那些裂缝 可见圣神半张面孔 隐于其中 黑白光照渐渐地收敛 最后化为黑白两色 尽数地霉入到了圣神眉心间 那黑白神童之内 而圣神自身 却并未见到 有几分的损伤 诸天圣者眼中的狂喜 顿时如同 被凉水当头浇下 瞬间暗淡失望起来 如此重击 竟然都被圣神给接了下来 周元的眉头 同样是微微一皱 他这一击 如果是未曾蜕变之前的圣神 定然是接不下来的 但显然 他还是有些低估了 蜕变后的圣神所拥有的力量 周元 你斗不过无的 你虽然进入了神境 但你本质只是凡人而已 而无神为先天神灵 拥有先天神物为根基 天然就拥有着斗法优势 圣神淡淡地笑道 周元眼神微沉 在进入神境后 他当然明白 所谓神物的厉害 如他手中的天元笔 如今算是跨入了神物之境 但圣神根角 曾是天地初开始的 混沌黑海所化 此物乃是先天神物的范畴 其所拥有的力量与玄妙 也远超天元笔 之前天地间 唯一能与混沌黑海媲美的 便是夭夭的九窍神石 可神石随着他的身躯 一起消融 化为了周元体内的神骨 想要见识一下 先天神物的真正力量吗 圣神倾笑 下一刻 其眉心那黑白神同轻轻一眨 这一瞬 混沌虚空突然大变 周元发现 他已是身处于 一汪黑白色的汪洋中 那黑白充斥着视野 搅动着乾坤 而身处着黑白之海中 周元甚至发现 他体内的神力 都开始在渐渐地流逝 似是被黑白之海所吸收 周元立即震动神力 身形化为亿万道身影 然后铺天盖地地 对着四方暴射而出 又要逃出这黑白之海 然而 不论那亿万身影如何挪移 最终都是无法跨出海域 最终 亿万身影合一 化为了周元的身形 他注视着海面上 只见得那里 有圣神巨大的面孔浮现出来 后者发出轰鸣的笑声 周元经过此前的蜕变 无这混沌黑海 同样是净化了一层 现在或许可以将它称为 混沌阴阳海 陷入次海中 乾坤被遮蔽 阴阳被颠倒 你是逃不出去的 你的神力会迅速被吸收 直到你的神体崩裂为止 周元 吴说过 你是斗不过吴的 他的笑声传遍诸天 落入诸天生灵的耳中 顿时引得无数生灵遍体生寒 眼露绝望 苍玄宗内 众圣也是有些慌乱 谁都没想到 这转眼间 周元就被圣神困住了 不过于那场神志而言 他们的任何情绪 都是毫无作用 所以 混沌虚空中 黑白之海继续翻涌奔腾 肆虐天地 周元立于海面 他感受着体内神力的流逝 神色凝重 周元 你若是愿意奉吴为主 吴可留你性命 毕竟 你也这天元界中第一位 以凡人之躯成神者 海面上 圣神巨大的面孔发出声音 周元闻言 神色却是不动 他沉默了树西 缓缓道 先天神物的确强横 但这世间 未必就没有制衡你之物 圣神好奇得道 看来你还有手段 九俏神识以消融 这天地间 你还能以何物来对抗物的混沌阴阳海 周元没有回答 而是伸出手掌 对着诸天所在 轻轻按下 然后 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 诸天圣者 也是惊疑地望着这一幕 不知道周元在做什么 不过他们的疑惑并未持续多久 因为他们突然见到 那笼罩于诸天之外的混源诸圣大阵 在此时剧烈地震动起来 紧接着 那保护了诸天万千载 不被圣族入侵的大阵 竟是在渐渐地崩裂 大阵破碎 无数诸天生灵条件反射般地感到不安 毕竟在那以往的岁月中 正是这座大阵的存在 方才让得诸天能够残存至今 而眼下 周元是打算将其毁掉吗 苍玄宗内 苍渊 金罗四位古尊 也是面色凝重地望着这一幕 不过他们倒并没有过于的惊慌 反而若有所思 不知道 你们可曾还记得 这混源诸圣大阵 是如何出现的 金罗古尊缓缓缓地道 帝龙古尊面露沉思 道 当年祖龙意志惊醒 重创了圣神 之后便有一股力量突兀地出现于诸天外 那就是混源诸圣大阵的雏形 之后我诸天圣者 经过无数的努力 渐渐地将其改造成了 如今的混源诸圣大阵 金罗古尊眼神深邃 道 但我记得 当年最初那股力量出现时 其内隐有一物 那股力量极为的强大 超越了我们的认知 诸天也曾有圣者试图与其接触 但却始终无法发觉行迹所在 此后随着混源诸圣大阵的成形 那一物就彻底地消失了 久而久之下 所有人都是将其遗忘 但在那诸天圣宝路中 位列第一之物 始终空悬 而那个位置 无物可以取代 因为那就是留给混源诸圣大阵中的那神秘之物 那是真正的诸天最强之物 听着资历最为古老的金罗古尊序叙述来 周围众圣方才恍然 原来在那混源诸圣大阵中 竟然还藏有这等隐秘 藏原听完 眼中则是有着欣喜涌现而出 如此看来 眼下 周围是能够与那神秘之物形成共鸣了 金罗古尊点了点头 苍老面旁上有一缕笑意浮现出来 哄 而在他们说话间 那座混源诸圣大阵已是彻底地破碎 而就在其破碎的那一刹那 突有一道巨大无比的光柱冲天起 那光柱之中 有原始而古老的龙银声 陡然响彻于这天圆界的每一个角落 光柱之中 有一物飞出 直指混沌虚空之中 那一物散发着原始神光 即便是圣者都不敢直视 而苍渊 金罗这些古尊拼尽全力 双目刺痛地流出了鲜血 方才隐隐窥见 那其中 四十亿节约莫障许左右的金色骨骼 那骨骼散发着浓厚的原始古老之意 当其出现时 整个世界仿佛都是响起了一道 传自天地初开始的一道龙银之声 混沌阴阳海中 圣神巨大的面孔上 也是有着一抹震惊之意浮现出来 旋即有低吼响起 那是祖龙金骨 秀 金骨一闪之下 直接穿透了混沌阴阳海 出现在了周圆的前方 后者注视着那一根古老金骨 手中的天元笔投掷而去 两者迅速融合 天元笔的笔身 渐渐地化为了纯金色彩 宛如黄金所著 其内隐隐有血丝若隐若现 一股强大的生命气息 自天元笔中涌现而出 这一刻 天元笔再度被提升了 在融合了祖龙金骨后 其层次 直接是跨入到了先天神物的范畴 并不再若于圣神的混沌阴阳海 周圆手掌一握 金色天元笔落在其手中 旋即轻轻地对着面前一展 华 仿佛天地都被展开了 而那困住周圆的混沌阴阳海 更是从中间一分为二 有无尽海流 对着四方倾泻而开 轰 轰鸣声中 混沌阴阳海消失 圣神的身影显露虚空间 他的面色 第一次地变得阴沉下来 其眉心的黑白神童中 有一丝鲜血 缓缓地流淌下来 他 竟然受伤了 这无数年间 除了祖龙能够对他造成伤害 现在 竟然又多了一个 而且还是一位凡人之神 圣神的眼中 由暴怒声唐而起 这一瞬 整个世界的温度 仿佛都是在骤然降低 宛如陷入了寒冬 哄 圣神寒怒出手 浩瀚神力碾压虚空 世界都化为了黑白之色 滚滚神力 碾碎一切地对着周圆所在碾压而去 周圆手持金色天元笔 笔尖振动间 也是撩泼出了漫天神力 宛如是亿万星辰当空 迎上圣神 哄哄 恐怖的战斗疯狂的爆发 惊雷之声 传遍天元界的每一个角落 混沌虚空间 不知多少如一座座 大陆般的陨石被击碎 即便是混沌风暴 都被生生地撕碎 难以靠近 这一刻 不论是诸天还是圣族 都是抱着金句地 在等待着那场毁天灭地的神战 出现结果 谁都看得出来 眼下的这两神 都是打出了真火 已是再无任何的保留 混沌虚空中的神力冲撞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直到某一刻 神力碰撞间 两道身影 皆是被震得倒飞出了百万里 不过转眼 他们的身影 就已跨越那遥远的距离 再度出现于战场上 圣神面目阴沉 此前的交手 已是让得他明白 现在的周园 论起神力 并不会比他弱多少 想要奋出胜负 寻常手段已是无用 既然如此 圣神眼神森冷 他伸出手指 对着眉心黑白神童 陡然地抠了下来 神血鸡射间 他竟是生生地 将这颗神童给挖了出来 他面无表情 将那黑白神童 缓缓地送入了嘴中 咔嚓 伴随着一道神童 破碎的细微声音响起 只见得圣神的身躯 在此时陡然间膨胀起来 熟悉之后 一个看不见镜头的巨人 出现于虚空间 俯瞰着五大天狱 在那巨大的体型下 即便是五大天狱 都是在此时 变得有些迷你精致 当然 随之增长的 还有着那浩瀚无尽的神力威压 在这种威压下 诸天都是在剧烈地颤抖起来 但这却并未结束 因为圣神那巨大无比的身躯 突然在此时燃烧起来 那火焰呈现黑白二色 哗啦啦 伴随着圣神身躯的燃烧 这方世界中 突然有着水流般的声音响起 再接着 诸天的圣者 便是惊骇欲绝地发现 似乎视野所及的范围内 都是遍布了黑白色的洪水 那黑白洪水的规模 比此前的混沌阴阳海 还要来得更为的庞大 洪水席卷了混沌虚空 逼近了五大天狱 而周元则是立于五大天狱之外 形成了两者间最后的一层防线 它的面色 也是在此时变得极为的凝重 圣神如此公式 已是清净一切 它甚至不惜伤及自身跟角神物 都要用那暴涨的神力 将这场战斗奋出胜负 而且 这一次 它在那滔天的黑白洪水之中 察觉到了一缕极为恐怖的神力 那一缕神力 给人一种至高无上般的感觉 仿佛诸多神力 都是要若其一筹 难以正面相抗 这是 一道至高神力 周元心头一震 这道传说中的神力 乃是号称祖龙之力 同时 这也是圣神寄予了无数年的力量 没想到此时的圣神 竟然已是能够强行地凝炼出一道来 传闻祖龙之力 乃是天元界至高之力 任何力量在其面前 都唯有退缩 周元 若是知晓厉害 那就退开吧 让我将你身后的诸天生灵 尽数地消融吞噬 充斥视野的浩瀚黑白洪水中 有圣神冷漠的声音传出 周元沉默不语 但却用行动回答了圣神 只见得他的身躯 在此时同样膨胀起来 最后化为神力巨影 将诸天护在了身后 不知死活 既然如此 那就成全你吧 圣神冷笑出声 而后那黑白洪流 陡然倾泻而出 与那神力巨影轰然相撞 轰隆隆 巨声回荡天地 诸天无数生灵仰头 便是能够见到 在那天穷之外 一道巨影独自抵抗着 那浩荡黑白洪水 只是那黑白洪水中 似是蕴含着 难以想象的力量 所以在这种冲刷下 那道神力巨影 竟然在渐渐地缩小着 显然是有些独目难知 而一旦那道神力巨影被迫 那蔑视的黑白洪水 涌入诸天 必然是诸天皆灭的结果 面对着这种绝境 诸天生灵没有任何的办法 他们唯一能够做的 便是贵府在地 虔诚而拜 诸天生灵的跪拜 却并没有让得 周园的情况变得乐观 因为那蔑视的黑白洪水内 所蕴含的那一道 至高力量 在不断地消磨着周园的神力 如果这种情况 继续持续下去的话 他这神力巨影 恐怕真的会被消融殆尽 这一道至高神力 显然才是圣神的真正底牌 只是让周园有些疑惑的是 这一道至高神力 圣神究竟是怎么搞出来的 这种力量 唯有在真正地成为 天元界第一神后 方才有可能掌控 即便如今的圣神 完成了一次蜕变 实力前所未有的大精进 但这距离 那真正的第一神 显然还差一步 周园在身受那一道 至高神力的消磨时 也是在暗中不断地推演 直到某一刻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终于是从那一道 至高神力中 推演出了一丝 似曾相识的波动 那是 祖龙经 对了 圣神也曾经得到过祖龙经 还做过一些改变 基于圣族的一些天教修炼 显然 对于祖龙经 圣神也是极为的熟悉 从某种意义来说 他与圣神 都修炼了祖龙经 眼下来看 圣神在祖龙经上面的造诣 比周园更深半步 如今的周园 祖龙经同样是修炼到了 极为精深的地步 但他却感觉 自身的神力 始终难以完成 那最后一层的变化 他明明有着感觉 那一步就在咫尺之间 但不论他如何的尝试 祖龙经都无法踏入 那最后的境界 仿佛 此时的他 并不完整一般 不完整 周园陷入了无边的思索 同时探测体内的每一处地方 他实在不明白 为何会有着这种冥冥之感 当周园苦思冥想间 神力聚饮的守护 已是出现了破绽 顿时有黑白洪水 在此时消融了诸天的戒闭 于是 这一刻 诸天生灵 皆是惊骇欲绝的剑道 天穷开始破碎 黑白洪水倾泻而下 所过之处 一切生灵 连神魂都被抹除 无数凄厉的惨叫声 响车而起 而这凄厉惨叫 也将茫然思索中的周园 陡然惊醒 他发现自己此时满身都是冷汗 不过他的眼中 却是多了一丝惊疑 因为这一刻 他突然间有些迷雾 他明白 那所谓的不完整感的来源了 周园缓缓地抬起手掌 他注视着掌心 那里明明空无一物 但却是在他的血肉 以及神魂的最深处 看见了一团黑斑 黑斑蠕动着 似是拥有着 某种独特的生命力 望着这黑斑 周园的眼神 一时间变得极为复杂起来 因为这黑斑 正是伴随着周园刚出生时 圣龙之气被剥离 其体内因此而诞生的 怨龙毒 以往怨龙毒被周园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所消灭 以及封印 之后 怨龙毒似乎就没有再出现过 然以前的周园却并不知晓 怨龙毒是不可能被消除的 因为从某种意义而言 他也是他自身的一部分 我明白了 周园轻声自语 圣龙气韵 本就是一部分祖龙之一所化 只是圣龙气韵 想要蜕变成为祖龙之气 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古往今来 圣龙气韵虽然罕见 但却并非是周园独有 可此前的那些圣龙气韵拥有者 虽然也是一时天骄 可最终皆是黯然陨落 他们以仗圣龙气韵 修炼顺风顺水 可如此反而缺少了磨炼 而周园身怀圣龙气韵 出生就被剥离 甚至因此诞生了怨龙毒 受尽万般折磨 但他并未放弃 反而是一步步地 将丢失的圣龙气韵 再度地夺回 这种失而复得的圣龙气韵 在种种磨炼下 远超了前者 这也是他为何能够成为 古往今来第一个 以凡人之屈成神者 当年的那些痛苦磨难 如今来看 却是一场最为难得的机缘 可即便如此 圣龙气韵想要进化成为祖龙之气 依旧还不够 因为还缺少怨龙之力 唯有圣龙与怨龙真正的结合 那个鸿沟 方才能够被真正的跨远 那时候的祖龙经 才能够修到最后的境界 呼 周园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他注视着掌性的蠕动的黑斑 然后他感觉到了 周身天地开始变化 四周一切都变得黑暗下来 他的脚下 仿佛是一面黑色的镜子 周园低头 他望着镜子中的倒影 然而诡异的是 镜子中的倒影 竟然是一位黑山人影 那人影 有着与周园一模一样的面孔 你终于记起我了吗 镜子中的黑衣周园 淡漠地注视着周园 语气有些嘲弄 周园平静地道 真没想到 曾经将我折磨到 痛不欲生的怨龙毒 竟然也算是我的一部分 现在来说什么一部分 不就是想要我帮你一把吗 你难道忘记曾经的你 是想尽了多少办法来抹除我吗 黑衣周园讥笑道 我真要死在圣神手中 你也就消失了 周园淡淡道 黑衣周园不置可否地道 你以为我这种形态的生命 会在乎这些吗 周园沉默 沉默持续了片刻 黑衣周园默然地道 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吧 周园盯着镜子中的黑衣周园 缓缓地道 我的理由 不是想要请你 帮我去拯救诸天的生灵 而是我想请你 帮我打败圣神 因为只有如此 我才能将夭夭找回来 如果你真的是我的一部分 与我有着共同的情感 那么我相信 这个理由 你不会拒绝 因为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周园伸出了手掌 怨龙 我需要你 沉默这一次持续了许久 整个空间仿佛都是一片死寂 直到某一刻 脚下的黑镜拨动起来 黑色的影子缓缓地钻出来 最后站在了周园的面前 黑衣周园盯着周园伸出来的手掌 那充斥着冷漠 暴虐的眼瞳中 也是渐渐地变得平和 最终 他缓缓伸出手掌 与周园卧在了一起 将他找回来 这是你对我的承诺 记住了 两人同时地走出一步 然后宛如液体般 缓缓地撞在了一起 哦 这一刻 黑暗中有无尽之光爆发 龙音声轰然响彻 只见的两头古老的巨龙 缠绕在一起 两条巨龙 一白一黑 白龙古老正统 黑龙暴虐凶狠 仿佛是云集着世间的一切对立面 可此时 两者相合 最终渐渐地融合在了一起 而也就是 在这同一瞬间 那倾泻着蔑视洪水的圣神 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浓浓的不安之意 涌现心间 那种感觉 似是灭顶之灾 将要降临 如此预感 当年祖龙意志苏醒时 他曾出现过 可这一次 那种预感 似乎比之前那一次 还要来得强烈与恐怖 混沌虚空中 那被黑白洪流消磨的 已是仅有百丈左右的神力巨影中 周圆紧闭的双目 在此时缓缓地睁开了 他周身原本浩瀚的神力 仿佛是在此时尽数消失一般 可他 不仅没有半点的惊慌 反而是露出了一抹微笑 神力巨影悄然地崩碎 前方有蔑视的黑白洪水咆哮而至 在那其中 一道至高神力 叙事待发 欲要将周圆彻底地重创 而迎着那黑白洪水 周圆面带微笑地踏出一步 这一刻 有一道四哥银般的红亮声音 与这世界间响彻而起 引得无数生灵震吓而望 乌有一口玄黄气 可吞天地月月星 第1497章 原尊 大结局 当那嘹亮而蕴含着神秘韵味的歌音声响 彻于诸天之内的那一瞬 只见得周圆天灵盖处 有一道气流冲天而起 那道气流 呈现玄黄之色 其中所蕴含的原始之意 仿佛是这天地间 最为古老的力量 玄黄之气升腾 然后陷入惊慌恐惧的诸天生灵 便是震惊地见到 那原本从破碎天穷中 倾斜而下的黑白洪水 竟是在此时 直接凝制了下来 那一幕 仿佛是时间与空间 皆被冻结 远远看去 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冻结持续了一息 然后黑白洪水 便是开始倒卷而回 那种感觉 仿佛是在承受着一股 无法抵御的力量一般 短短不过片刻的时间 那肆虐于诸天的蔑氏洪水 便是尽数地被吸出了天穷 而此时 在那混沌虚空中 一道玄黄之气 于周园上方形成了一道光环 而黑白洪水滚滚而至 被尽数地吸入 那玄黄光环内 然后被消融殆尽 在吸尽了落入 诸天的蔑氏洪水后 周园张嘴一吐 一朵玄黄莲花冉染绽放 莲花直接是落进了 那席卷整个天地的 黑白洪水中 紧接着 那黑白洪水 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消退 最终彻彻底底地消失于天地间 而那朵玄黄莲花 却依旧是明亮神秘 它徐徐地飘飞到了周园脚下 此时的周园 面容平静 眼中原本璀璨的神光 仿佛是净数地消失 双目温和而深邃 它的气息 在此时同样是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那是一种 最为原始 古老的威亚 仿若天地初开时 那祖龙的诞生 砰 突然间 周园前方的虚空破碎开来 有一道力量破空袭来 那道力量 蕴含着至高之意 与周园体内 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力量 如出一辙 这正是圣神清净所有 而凝练出来的 一道至高神力 不过这道神力在片刻之前 能够给周园 带来致命般的危机 可此时此刻 那种感觉 却是截然不同 周园面色平静地伸出手掌 轻轻覆盖而下 那一掌 犹如是覆盖了整个天元界 无数生灵抬头 都是见到一只 看不见镜头的巨掌落来 那股威压 足以让人神魂都为之颤抖 手掌腹下 与那一道至高神力相撞 没有惊天动地的巨生 因为当手掌落下时 那道至高神力 悄然地破碎开来 因为 在那手掌之中 所蕴含的至高神力 比其更为的强横 灭掉了这一道 圣神清净所有修炼而来的 至高神力 周园的目光 淡漠地注视着虚空的某处 而在他的注视下 那里的虚空开始扭曲 下一瞬 一道身影有些狼狈地被吐了出来 正是圣神 此时的他 面色难以置信地望着周园 你 你踏出那最后一步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此时的周园 给他带来了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而且在周园的身上 他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力量 那股力量 是他无数年中梦寐以求的 为此 他布置了无数的谋划 可他怎么都难以想象 这股力量 会先一步地出现在周园的身上 那是祖龙之气 也是天元界的至高神力 这一幕对于圣神的打击 可谓是巨大的 他以先天神灵自傲 视诸天生灵为蝼蚁 即便是周园这种凡人成神者 也被其视为低贱 然而眼下 就是他认为的低贱之神 却是先他一步 掌控了祖龙之气 周园神色淡漠 从他将圣龙 怨龙相合 完成了最后一步的进化 真正地将祖龙精 修炼到最高境界时 这场双神之战 其实就已经是有了结果 只是稍微让他有些感慨的是 原来那曾经将他 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怨龙毒 竟然对他而言 会有着如此巨大的作用 果然 这个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磨难 因为只要能够坚持下去 这些磨难中 会使你变得更为的强大 你说了 周园淡淡地道 圣神沉默了片刻 道 吴从来都只是将第三神 当作潜在的敌人 没想到 一个区区凡人 竟然能够比吴更快一步 就抵达那个境界 周园眼目平静 并不见多少的欢喜之色 只是道 圣神 天元界潜力无穷 可惜被你耽误了这无数年 你的存在 这天地皆宴 如今 你应该消失了 圣神面目阴沉 道 胡说八道 当年是祖龙放弃了先天神灵 他觉得 我们无法掌控这方世界 所以想要创造万物 可再无看来 若是任由我等先天神灵发展下去 这方世界的成就 将会远远地超越现在 周园摇摇头 道 天元界未来会如何 你应该是看不见了 圣神冷笑一声 道 周园 你也莫要得意 就算你赢了 又如何 你想要的人 永远不可能回来了 妖妖已经化为了你的神谷 你如果将神谷取出 你的境界会瞬间跌落 而失去 那至高神力 神谷就算取了出来 你也没能力将它点花唤醒了 这是一个死结 所以 周园 你赢了无 但也找不回你想要的人了 这个时间 想要得到 总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你成为了第一神 那个代价 就是失去你所爱的人 周园面色冰冷 双掌轻轻的合拢 哄 只见的天地间 出现了两只玄黄巨手 一上一下 对准了圣神所在 缓缓的合拢 而圣神周身爆发的浩瀚神力 并没有取到任何的作用 最后其身躯便是轰然间爆碎 化为一汪黑白色的阴阳汪阳 而玄黄之气席卷而下 磨灭着那混沌阴阳海中 圣神的意志 啊 一道七粒地惨叫声 于天元界内响彻而起 无不甘心啊 周园神色漠然 他的身影于虚空盘坐 双目渐渐地闭拢 而那两只玄黄巨手 维持着镇压混沌阴阳海的姿势 双神之战已经结束 可想要磨灭圣神的意志 却还需要一些时间 不过这个时间 周园等得起 当他于混沌虚空中盘坐时 玄黄之气自其天灵带升腾而起 隐隐间 似是化为了一头 看不见尽头的古老巨龙 他仰天长笑 似是在宣布着 天元界的一个新的时代来临 朱天中 有充斥着极为精纯元气的暴雨清盆下 朱天生灵在此时感受到了 自身元气开始节节攀升 这仿佛是一场大胜之后的喜宴 于是 朱天生灵爆发出了 惊天动地般的欢呼神 无数人喜极而泣 跪地败道 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 那笼罩于朱天头顶上无数年的恐惧阴影 于这一刻 终于是消失了 往后 朱天生灵将会开启新的篇章 苍玄宗内 苍渊 金螺 地龙 赤鸡四位古尊 也是正正地仰望着苍穹 他们能够看见 混沌虚空中 那河龙的两只玄黄巨手 在那中央 镇压着圣神 他们看了片刻 突然间老泪纵横 因为只有他们这种经历过 当年第一场灭界之战的人 才会明白 眼前这一幕是何等的珍贵 朱天生灵无数仙辈 前仆后继不断地牺牲 所谓的 就是延续着朱天的存亡 而他们的牺牲并没有白费 最终 他们等到了拯救 这一刻 四位古尊缓缓的贵妇在地 对着虚空之外郑重地败下 哗啦啦 其他的圣者 也是满脸的激动与狂热 恭敬地跪拜下来 周元力挽狂澜 镇压圣神 拯救了朱天无数生灵 这就是之功 必将永远地流传于这天原界的历史长河之中 而当诸天陷入狂欢的海洋时 那圣族中 却是被绝望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那圣山上 太米等圣族的古圣 各个面色惨白 他们望着混沌虚空的方向 难以相信他们的圣神 竟然会败在周元的手中 可事实 就是这么的残酷 立于圣山上 他们能够听见 有无数圣族族人在绝望哀嚎 无数人忍耐不住那种信仰崩塌的感觉 竟是选择了自爆 我圣族就这样的完了吗 难免古圣贪坐下来 尖色地道 其他古圣也是面色灰暗 犹如丧失了所有的惊奇神 毕竟连圣神都被镇压 虽说上古时期 圣神已被镇压过一次 但这一次显然不一样 那周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他不是祖龙的残缺意志 所以他必然会将圣神的意志 镇压到磨灭为止 面对着这一幕 莫说是圣族寻常人 就算是 他们这些古圣 都不由地失去了信仰 变得迷茫起来 不要沮丧 圣神虽然失败了 但我圣族并没有结束 突然间 太米古圣沉生说道 其他古圣有些惊疑不定地看来 他们不明白 太米古圣这话的意思 迎着他们疑惑的目光 太米古圣叹了一口气 道 其实我曾得到过圣神的一道神谕 如今来看 对于这个结果 圣神或许也明明中 看见过一些模糊的痕迹 太米古圣撕开衣衫 指尖划开血肉 然后其他古圣便是震惊地见到 在太米古圣的血肉中 竟是有着一颗 让人望而生畏的神秘黑暖 这是圣神从诞生之时 就在思考的另外一条道路 从某种意义而言 这算是圣神的子嗣 他继承了圣神的所有精华 假以时日 他会比圣神更为地强大 其他古圣震惊地望着那一颗 与血肉中微微颤动的黑暖 片刻后 眼神也是渐渐地狂热起来 想要等到他成长起来 那得什么时候 如今 那周圆如此强大 若是他发现的话 我圣足何谈未来 不过也有古圣担忧地说道 太米古圣点点头 缓缓道 所以 我们需要离开 离开天元界 其他古圣惊呆了 他们震撼地望着太米 如果不是那黑暖散发的气息 让得他们明白 这的确是源自圣神 恐怕他们都会以为太米疯了 因为天元界在他们的眼中 是如此的浩瀚 而离开天元界 那会是什么地方 圣神曾与我说过 天元界虽是大剑 可大剑之外 还有大咒 天元界于那大咒中 不过是一方大陆 与整个天元界而已 圣神此前被镇压的岁月中 曾有分身离界而去 他为我们安排过一条退路 只要我们离开天元界 前往界外之咒 等待小圣神壮大 未来我们圣族就会有机会 再度地杀回天元界 说到最后 太米已是眼神狂热起来 其他古圣 也是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如今 圣族已是面临灭亡的绝境 虽说前往那神秘的大咒 让人感到忐忑畏惧 可总比留下来被灭绝来得好 可要如何前往界外 我们的能力 恐怕不足以穿行 天斩古圣十一道 太米古圣笑了笑 转身走入那座圣殿中 在圣殿的中央 是那幽黑不见底的黑洞 这里正是圣神沉睡之处 然而谁都不知晓 这座黑洞 便是圣神打造的 能够与界外相连的一处穿戒之道 其他古圣目光 停留在那黑洞中许久 最终皆是狠狠地一咬牙 准备通知圣族人马 立即集结 逃离天原界 混沌虚空中的镇压 足足持续了十年 当十年之后 周圆睁开眼目时 那处立于虚空间的玄黄巨手 已是消散 只见的一汪黑白色的湖泊 静静地悬浮的着 散发着一种最为纯粹的神威 那正是圣神的根角 那座混沌阴阳海 只不过此时 其中属于圣神的意志 已经被禁数地抹除 而留下来的 只是一道纯粹的先天神物 至此 这位给天原界 带来了无数麻烦的存在 算是在周圆的手中被终结 恭喜圆尊 十年之功大成 诸天生灵 当位慈贺 而此时 在那不远处 突有恭敬声传来 周圆转头 便是见到金罗 苍渊 地龙 赤鸡四位古尊立于那里 面带静意地望着他 圆尊 周圆笑了笑 金罗古尊笑道 这十年诸天生灵 为感念您的旧式之功 都称您为圆尊 周圆一笑 他对此倒是兴趣不大 不过别人要如此称 他也懒得去做更改 而是将目光 转向那一汪混沌阴阳海 不知圆尊要如何处置此物 金罗古尊问道 周圆凝视着阴阳海许久 而后面容平静地道 我打算完成祖龙创世时 那未曾完成的最后一步 以此物 为诸天生灵 种神谷 开神路 金罗 苍渊等人 身躯猛的一阵 他们难以置信地望着周圆 他们没想到 周圆竟然会打算 舍弃这先天神物为己用 反而用来造福诸天 如此一来 诸天生灵未来 皆有成神之望 这之中 也包括他们 一时间 他们竟是激动到 有些哽咽起来 最终只能对着周圆 深深地拜下 我等待周圆生灵 谢元尊 周圆笑了笑 不再多言 他双掌一合 只见得那混沌阴阳海 便是在此时 陡然地炸裂开来 哗啦 黑白色的雨滴青线下 与此时撒遍了 天元界的每一个角落 无数生灵仰头 任由那黑白雨水 落在身躯上 这一刻 他们能够隐隐地感觉到 似乎在他们的身体最深处 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在渐渐地生根发芽 这个东西 代表着未来 而与此同时 周圆那洪亮的声音 也是于这天地间 无数生灵耳中响彻而起 我愿未来 我天元界人人如龙 人人皆可入神 洪亮之声 久久回荡 无数生灵似有所悟 震撼激动 最终跪拜于天地间 混渡虚空外 随着周圆 不失诸天结束 金罗等四位古尊方 才将激荡的心情平复下来 然后道 启禀元尊 此前宁镇压圣神时 我诸天大军 再度征伐了圣族天狱 但却发现其中 空无一人 周圆目光深邃 似是洞穿了时空 他淡淡一笑 道 他们离开了 离开 金罗等人一脸的惊恶 天元界虽然浩瀟阔 但界外别有玄妙 可称为昼 那是圣神为圣族流的一条后路 不仅如此 他还留了一枚神卵 那是他精心所打造 未来若是能够成长起来 或许会倾出于蓝 周圆说道 界外之咒 神卵 金罗古尊等人 满眼都是震撼 玄机即道 那岂不是放虎归山 等他们真能归来 那时的天元界 也不是现在了 而且 我十年冥想间 也曾偶然看见了未来的一角 那圣神之子 自会有盖世存在 将其收拾 不必为虑 周圆望着浩瀚虚空之外 眼中则是有一丝兴趣升起 因为他在偶然间 窥探到未来一角时 看见了那圣神之子的陨落 在那个画面中 圣神之子的前方 隐隐有三道 看不清模样的伟岸 光影凌空 光照万古 而一方世界 能预御出三位此等人物 可见那一界之潜力 强盛 这界外之咒 当真是神秘而充满着魅力啊 只不过如今的他 却无心于那里 因为他还有着 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 周圆收回目光 转向四位古尊 道 如今诸天之事 我已处理完毕 之后 便是该我自己的事情了 玄疾他又是对着虚空轻笑一声 自语道 圣神 你说我无法做到 可我 偏要做给你看 话音落下时 周圆手掌猛地插入了自己体内 然后缓缓地扯出 隐约间 似是有一道金色的骨骼 在被其抽离身体最深处 精罗等人见状 顿时惊骇欲绝 急忙扑上 元尊 不可呀 这是神骨 您一旦抽离 毕生神力都会化为乌有啊 藏原声音嘶哑地道 周圆 不要鲁莽 你就算抽离了神骨 可没有了第一神的力量 也无法将妖妖点化回来 然而周圆并没有回应他们 神力喷涌间 四人的身影便是被震退而去 而最终 神骨被抽离 周圆望着掌心间那一节金色的神骨 眼中流露出一些温柔笑意 他轻声道 妖妖 再等等我 他手掌一抛 金色神骨顿时坠落而下 化为金光 落入了苍玄天 射进了苍玄宗那座洞府内 最后直接钻进了洞府中那棵桃树之中 镇守于洞口的吞吞猛地站起身 因为他听见了周圆的声音传进耳中 吞吞 你镇守此处百年 百年之后 我自归来 吞吞似是明白了什么 兽童之中涌现出浓浓的不舍之意 但最终 只是发出了嘀嘀的吼声 与此同时 混沌虚空外 周圆的身影开始渐渐地虚化 最后在金罗 苍渊等人那悲伤的目光中轰然碎裂 亿万光点 倾洒至诸天 这一日 为获天元界无数年的圣神 被真正地抹除 而元尊以混沌阴阳海为媒介 施展神通 为诸天生灵种下神谷 此后 其抽离神谷 自碎了神体 再无踪迹 这一日 被永远地铭记在了天元界的历史之中 此后 天元界进入到了新的篇章 始为 神元祭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转眼间便是数十年过去 这数十年间 天元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先是天地间元气变得更为的雄厚 精纯 这无疑是创造了一个修炼大事 无数的天骄 强者 层出不穷 而且诸天生灵还发现 在那无数的刺空间中 也开始有生灵痕迹 无数的玄妙于混沌虚空中出现 甚至 还有穿梭混沌虚空中的圣者 发现新的天狱在诞生 这个纪元 显然是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而其中最轰动的消息 无疑是天元界中 真正的有人开始踏入到 那传说之中的神境 不 倒也不完全是神境 因为他们将其称为准神境 据说距离真正的神境 还有一些距离 但不管如何 这个准神境 也已远远地超越了所谓的三连圣者境 这代表着诸天生灵 真的有希望踏入那个以往不敢想象的境界 诸天因此大庆 而那星境之神 有六尊 五神 五瑶 吞氏之神 赵木神 紫霄女神 苏又微 剑神 李纯君 青神 楚清 祖涛之神 吞吞 除了吞吞之外 其余五人 皆是当时天赋最为卓越者 他们的晋升 让得天元界的无数生灵 充满了希望 六大准神之名 响彻世界 而时间 依旧是在不停地流逝 不知不觉间 已是将近百年 百年时间 能够遗忘很多东西 但那有关于元尊的传说 却始终未曾停息 这百年间 元尊再无任何消息传出 这引起了诸天无数生灵的猜测 有人说 元尊抽离了神谷 深化亿万于诸天中苦修 当其在出现时 就将会重回神位 也有人说 元尊于那无数的化身中 迷失了自我 再难找回曾经的记忆 然而 不管那世间如何的猜测 时间流世间 百年之期已到 苍玄宗那座洞府之外 一头巨兽如石像般的 静静趴伏在洞口处 历经风雨 远处有苍玄宗的弟子 投来敬畏的目光 这头巨兽 正是如今天元界中 六大准神之一的祖涛之神 也就是吞吞 百年过去 吞吞显得要稳重许多 但今日的他 显得尤为的焦躁 时不时鼻息间传出的呼吸声 宛如炸雷般的 响彻天地间 因为今日 就是百年之期 吞吞看了一眼天色 眼中焦躁更甚 因为他所等待的人 依旧没有任何出现的迹象 夕阳斜落 最终将最后一道光辉洒下 跌落了大地 天地间的光线 顿时昏暗了下来 吞吞兽童中的暴躁 陡然涌现而出 他咆哮出身 吼声乍响诸天 他没有出现 他没有出现 吞吞兽童中 不满着悲伤 吼声中充斥着一种 被抛弃般的愤怒与痛苦 苍玄宗上方虚空扭曲 有五道散发着神威的身影 闪现而出 正是武瑶 苏又威 楚清等人 六大准神 同时现身 他们望着暴怒中的吞吞 神色也是 渐渐地变得黯然了下来 因为他们 也没有察觉到 任何一道 可能会是周园的痕迹 显然 他没有出现 他 真的失败了吗 好 暴怒中的吞吞 发出震天的咆哮声 不过就当他因为暴怒 而将要抱走的那一瞬 他猛然间 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当即庞大的身躯突然缩小 化为已经很多年 没有再出现的迷你形态 然后转头风一般地 对着洞府内冲去 舞摇 苏又威武人也是一惊 身影一闪 脊椎而去 六大准神 几乎是同时间地 出现在了洞府深处 不过当他们刚刚现身时 他们的身形 仿佛就突兀地凝制了下来 他们有些呆呆地望着前方 因为此时 在那一棵桃树下 有一道身影 副手而立 即便只是一道背影 但他们 依旧是生出了一股 无比的熟悉之意 周 周园 苏又威声音 都变得有些颤抖起来 那道人影缓缓地转过身来 他望着现身的舞人 面旁上有一抹笑容浮现出来 打去道 哟 都踏入准神境了 厉害啊 那张面孔 赫然是那一百年 未曾再出现的周园 他对着舞人一兽挥了挥手 道 你们再急 都没我急 先等我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吧 说完 他伸出手掌 面前的桃树 顿时绽放出光芒 一道金光缓缓地升起 最后化为了一节筋骨 悬浮在周园的前方 周园凝视着这节筋骨 眼前有着那张刻骨铭心的容颜浮现出来 这张面孔 不知道多少次地在梦中出现 这一刻 即便是历经无数的周园 都是忍不住的星巢翻涌 眼中有丝丝的湿润 妖妖 回来吧 我在 等着你 他伸出手掌 轻抚着筋骨 那一瞬 有一股让苏又威等人 都感到心机的神力 与其掌心间爆发 最后灌注于筋骨之中 筋骨中 有亿万道金光暴射而出 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目光眨也不眨地望着那金光弥漫处 紧张的气氛 让得他们这些 如今已是天元界中最顶尖的存在 都是再度感觉到了 什么叫做心跳如雷 金光越来越强烈 到的后来 连他们都是忍不住地虚眯了眼睛 周园同样是闭拢了眼睛 他不是怕那金光刺眼 而是怕这百年间 神骨出现了什么差池 导致最终无法将他想要的人点化苏醒 那种结果 他无法接受 闭拢的眼睛 持续了半晌 周园突然听见了身前的细微脚步声 而也就是这道脚步声 让得他几乎整个身子都垮掉 不过他 还是忍住了 然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在那前方 茂盛的桃树下 有桃花飞舞 一道绝美的白裙倩影 翘然地立于桃花落下间 一对清澈美眸 带着湿润与笑意 静静地看着他 那一眼 已是百年 周园凝视着那道 仿佛刻入灵魂深处的倩影 他正正地失神了片刻 然后冲着他咧嘴笑起来 一如当年初见时 那莽撞而懵懂的少年狼 只是在他的眼角 却是有着泪水 忍不住地滑落下来 百年努力 终于是得到了结果 他轻声道 摇摇 欢迎回来 这些年间 最为轰动的大事 自然要树原尊重献天地 而原尊的回归 宛如是给诸天打了一记强心忌斑 诸天生灵都愈发地有安全感 与此同时 由原尊出手 天元界内 新生的天狱 在不断地诞生 从而令得天元界的力量 越来越强大 十数年后 天元界内的壮大 已是有些挡不住 那些心神的脚步 于是 他们开始将目光 投向了天元界之外 昔日圣祖天的圣山所在 有两道倩影 立于通往不知名处的 黑暗通道边缘 一席大红群与子群 正是武瑶与苏又威 你真打算去天元界 外里连冒险 苏又威柳眉微醋 望着武瑶说道 我感觉想要更进一步的话 在天元界 怕是很难了 武瑶禽手威点 旋即他看着苏又威 有些期盼的道 你跟我一起 去闯荡吧 苏又威有些犹豫 轻声道 我不想走 武瑶有些恨铁不成钢的道 那家伙成天恩爱 你留下来看得不难受吗 苏又威无奈地摇摇头 武瑶见状 只能一咬银牙 发动杀照 你到底跟我走不走 你如果愿意 让我们娘俩独自去冒险 那你就别来 苏又威目瞪口呆 没好气得到 你瞎说个什么呢 武瑶抓住苏又威的小手 突然放在了其小腹上 后者手掌顿时一将 眉目渐渐地瞪圆了起来 因为他竟然发现 在武瑶的小腹中 隐隐约约存在着一个 极为模糊的生命波动 你 你 你 这怎么回事 你分明 分明还是个厨子 苏又威震惊了 自从踏入神境后 他已经很少如此的失态了 但发生在武瑶身上的事情 还是让得他震撼了 武瑶苦恼地抓了抓头发 道 这道生命气息中 蕴含着三道灵魂烙印 你知道都是谁的吗 苏又威沉没了树西 艰难地道 你不会说 是我 你还有周元呢 武瑶点点头 道 不然你以为我 为什么想要离开天元界 这怎么可能 苏又威急急地摇头 武瑶叹了一口气 道 还记得当年 我将那最后一道圣龙气韵 还给周元的时候吗 那时候 我们三人的神魂 有过交融 苏又威脸颊通红 道 那只是神魂 这些变化 都是在周元成为第一神后 方才渐渐出现的 武瑶神色 也是有些复杂 苏又威哑然 周元成为第一神后 其自身形态 也是有些难以想象 如果说当年那场神魂交融 导致三人的神魂 在武瑶的体内 形成了某种结合 之后 又是因为周元的强大 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变化的话 其实倒也不是没可能的事情 这么来说 武瑶体内这特殊的生命气息 还真有可能是 他们三人的 这一刻 连苏又威都忍不住地 有点晕眩感 只是在那之后 却无端地多了一些 莫名的欢喜与寄托 苏又威眨了眨 修长的睫毛 忍不住地伸出小手 好奇地摸了摸武瑶 平坦柔韧的小腹 这里面的生命 也算是他的孩子吗 或者说 他与周元的孩子 此前听说 武瑶突然伸手打开了苏又威的小手 做事要对着黑洞中跳下去 你如果不跟我走的话 那我就自己去了呀 苏又威健壮 急忙一把将他拉住 武瑶有时候形势颇为的凶悍 那界外神秘未知 让他一个人走 苏又威真是一点都放心不下 这 要不跟周元说一下 苏又威提议道 武瑶文言顿时脸色一板 道 凭什么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敢去跟他说 我直接就走了 苏又威微微沉默 最终无奈地一探 举起手来 好吧好吧 就一年 我跟你去街外看看 武瑶健壮 顿时一声娇笑 然后一把拦住了苏又威先喜妖枝 脉步就直接跳入了黑洞之中 哈哈 咱们过日子去了 管那家伙去死 与此同时 苍玄天某处云雾缭绕的深山中 有一棵巨大的桃树 茂密生长 正揽着妖妖在桃树下假妹的周元 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望着虚空某处 眼中掠过一抹无奈之色 你就让他这么胡来 怀中突然有着声音传来 周元低头 妖妖那绝美的容颜映入眼帘中 他低头在其光洁 额头间亲吻了一下 苦笑道 拦不住的 而且这情况 真是莫名其妙 不过我在他们的身上 都留下了烙印 一旦有事 我会感应到的 天元界愈发地壮大 未来终归是会要与界外相连 由他们先去探探路 也好 说着话时 他的目光却是停留在了 妖妖那微微凸起的小腹上 面旁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你说 这小家伙是男士女 你应该能感应得出来的吧 嗨 这多没意思 那你喜欢小周元 还是小妖妖 肯定小妖妖啊 小周元多讨嫌啊 你这是众女青男 那我不管 你要给我生了小妖妖 桃花飞舞 男女间细碎的笑语传开 卷起桃花 飞向了天边 带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故事 不知何时 何地 黑暗的空间中 有无数猙獰 而漆黑的巨剑划过 所过处 湮灭了一座座的小世界 在那为首的战舰中 一名白袍男子副手而立 望着滑过的光流 他立于那里 自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威势在弥漫 突然间 他淡淡地开口道 如今我圣族 应该比离开那天元介石 更为的强大了吧 在其后方的阴影中 有声音传来 禀圣神 我圣族在您的率领下 早已今非昔比 眼前之人 赫然是当年圣神所留下的神乱 显然 这位二代圣神 已是诞生并且成长了起来 白袍男子轻轻点头 道 此前发现了一座大世界的存在 是 而且那座大世界 还并未有守护神的诞生 圣神微微一笑 道 将这次发现的大世界占据后 就可以此位大本营 此后便可找寻机会 再回那天元介了 吩咐下去 准备动手吧 是 黑暗中有人退去 圣神也是避拢双目 而当其再度感应到 动静缓缓睁开眼时 已是不知道过去多久 圣神 大军已知那座大世界之外 我等与其内土著已经交过手 他们的实力并不弱 好歹是一方大世界 敌运自然是有的 圣神并不意外 不过这些土著在于我们厮杀间 倒是给我们取了另外的名字 叫做 欲外邪族 圣神唇边泛起一抹笑意 欲外邪族吗 其实倒也很贴切 也罢 那些曾经的过去 并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圣族之名 也已是过去时 从今往后 我们就是欲外邪族了 而我就叫做天蝎神吧